四川红油猪老婆 在两半的时候 到底有哪些问题 今天我徒弟提出来了 跟他讲的同时 大家如果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顺便也可以借借哈 好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拌猪老婆的时候 两菜素食的手一定要准 比如我们这个一份是塞了两 那也说你心里要有个概念 大概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哪个一的话 那么就称一下 要的 我不知道你要为了标准化 每一份都是称到的 对不对 好 那我称一下 来 你看我称的 这个就是这个 多了六可不存在 对了 刚刚过去塞的 第二步 加大葱 鸭子们那么粗的葱 粗了不行 太细了也不行 要的 咱们说青菜冬天干的最香 拌出那个一定是大葱和青菜 来配起的 这个是我们的蒜水 一瓢下去之后 再补低点水 要的 这个人拌出来 它不能添加加的 这个是我们的福治香酱油 它参考福治甜酱油 只不过不加红糖 好 这个醋我们用的是香醋 在拌的时候加点醋 可以解油益 咬红油很关键 一定要把搅匀了的咬 懂不没有 要的 这个人自己说它拌出来才有香味 如果你光咬油的话 说实话 链子吃起不好吃 它调匀 懂不没有 要不然你咬到后头前是干的 那一瓢这一瓢大概是在一点左右 有 打点糖 火味 好 味清 这个是 要的 看一碗花椒面 这两天 有客人反应有点麻 有点麻 太资格了 是 烧下鸡点 好嘞 这下有种拌菜拌菜 一定要把它拌几 有朋友说你咋不拌一大盆 他问的很对 为啥我们要一盆盆地拌 第一 一盆盆地拌 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来调整 人家要吃辣椒 要吃麻椒 不要醋 不要躺 这样子还可以调整 对不对 你如果盆盆了 你给人家啥个调整呢 在盆的时候 你说你调不上去弄 看一看就是哪些没有在多调料的 拌出来的这个瓜条 我们买的是最大的二流的 这样子是它和的转 好 装到我们这个纸盒子里头 这个是环保的 同时大家拿回家演饭店 装饭了之后 最后是我们这个灵粉 你说这是辣椒 红油加花生米加芝麻的 好嘞 在盆中面上它又吃得到花生米 又吃得到辣椒的香味和辣味 好嘞 又好看 但是一样的要把它搅匀 好 把它搅匀 好嘞 拿一条 哇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主要锅的标准流程 两百菜师傅都是 除的是手上活路 好 在厨师里头两百菜 厨师是心最细 手最巧 对不对 那么你说 你看到这一份 很多朋友说没了好多 来我就用这种牌子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要得 吃的时候再给它拌一下 让它充分的解除 你再尝一下我今天拌这个味道 好 有朋友说的 有说我们油不够啊 你给人家解释一下 嗯 我们适量煮了个 用了二两油 好 这个汤汤 老爷子不要倒了 还可以煮二两面在里头 我跟你说绝对调味是高过的 你觉得味道合不合适 合适 这个只是你个人口味 在两菜饭我们会遇到就是各种顾客 人家来找你调味的时候 好 那么你肯定是依据人家的味性为准 人家觉得不够辣 你不要说 哎呦 对了的 我就吃了辣了 千万不要进洋水酱 好嘞 人家说不辣 你就加海椒 人家说不麻 你就加花椒 要得 然后再问人家的感受 好 这个样子才是一个合格的两菜蔬食 要得 懂了师傅 这下把点又打得安静 这个我们终于自己吃 要得 反正你也喜欢 好 等会准备开菜了 开蛋 加油 加油